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时在刚上市的时候借了朋友那台530的M包围回来 说实话我觉得原厂有了这个包围以后确实省了很多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 从外观上面 而现在我拿回来的是一台525也就是入门版的车型 因为早期刚上市的时候只有528上市特别版 不过那个车的配置是非常的怪异 甚至连车头的大灯看起来都跟上一代车型一样的 就那个风格是没有变的 然后车里面的配置会变成了一个小尺寸的屏幕 然后里面的舒适性配置就是配得非常的尴尬 好了 现在那个版本是没有了 而且现在是没有528了 现在推出来的阶梯528位置的就是525 但不排除后期还会有528的出现 因为现在525跟530动力上面差的规格差好远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的 而现在这台525呢 外形上面我就没有再去借那个M的套装了 现在是一个豪华版的车型 起码看起来这个车挺斯文的 而同样的虽然这是一台入门的车 但它起码也给你多了一个选M包围的机会 所以呢 起码从外观上面看起来 会跟530原来我借回来那个会有点近似 但是真正差别的也就只有轮毂 因为525呢只配18寸的轮毂要豪华版 这个看起来还算是协调了 起码这个车看起来挺舒服的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选M那个呢 你就会觉得那个M轮毂会让这个轮胎显得有点小气 对 就有点小气了 所以说呢 差别就在这 回来可以后期再去更换 而大灯方面呢 因为这个大灯其实标配是LED的大灯了 但是它选装加了1万块 选了一个水动的LED大灯 而且还带着那个远光的调节 那个远光调节很好用的 我昨晚在走高速的时候 我觉得远光跟之前奥迪给的那一套 矩阵性LED不同 因为矩阵性LED其实它是独立分区 单颗灯源去点亮的 但这一个呢 就好像一个探照筒 它会看到没位置的暗角的位置 它就会自动点亮让你觉得 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 而且动作挺快 你就算变现也不会照到别人 这是一个挺贴心的东西 1万块钱我觉得这是值的哈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外观上你是看不到任何选装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觉得虽然这是一台5R5 是一台入门版的5系 但是车里面的配置就比之前5R8上市特别版 要靠谱非常多 记得当时拿朋友那台530的时候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空调控制区域这个位置 你感觉上面操作啊 视觉效果就跟七夕是一模一样 而且还在香薰系统的 闻着那味道呢 其实车厢里面是有那种低机车的感觉了 再加上呢它把那个星空车顶这是一个国内特有的配置 把那个选上以后晚上开车 车厢里面的氛围呢 真容易会让你有那种5跟7分不清的感觉 而后来去看那个5R8的上市特别版 我一进车厢我觉得 哇 这是一台第一配车吧 因为它很明显的 其实空调控制区域换成这种物理按键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接触的宝马5系77号都会有这种设计的 但问题是在于屏幕 上面这块屏幕呢 它变成了一个小尺寸没关系 不触摸没有关系 但问题是它尺寸小的同时呢 那个边框还非常的粗 你一进来看到屏幕感觉 我朋友买了一台低配车 就是那效果 所以那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现在的话525虽然是一台入门版的车型 但你可以看得到它中控的屏幕标配已经是这么大尺寸 触摸分辨率运作的流畅程度 都跟530同步的一个中控的系统 其实挺好的而且呢 我之前说嘛 其实我挺喜欢那个无线的CarPlay的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标配的出现 所以我会看得到我手机在这 不过用起来有个棒 如果你的手机不是iPhone8以上没有无线充电的话呢 其实就跟以前我们去连蓝牙一样会不停的耗电 电量足没有关系 但电量少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但如果你是有无线充电的话呢 这里选装一个无线充电板 塞进去 那感觉就好很多了 不然的话呢 你就要用一条USB线 然后连了一个有线的CarPlay 你感觉才会好 Panel好快就没电了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手势控制 其实现在也能够选装了 就是手势控制 2500块钱 我觉得价钱还是OK的 然后它能够用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调音量 就挺方便的 然后你还可以把全景影像都给选上 那你就可以用手势去控制 看一下车周围有什么东西 不过 那个反应程度真的没有提起那么好 这是关于屏幕的部分 仪表盘528那个是特制的一套液晶仪表 其实它不是全面的液晶仪表来的 所以用起来呢 你会觉得好像看起来跟530似曾相似 但总是觉得有点怪 这两个位置就是让我觉得最像低配的地方 不过现在525呢 两个都是跟530同步的 全液晶仪表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控制车载系统的一些功能 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除了空调控制区域 那个档次感就出来符合原来西级车 一台5C应该有的形象了 不过呢 天窗的话 它还是只有一片四 就没有他们那个全景的天窗那么大 这个镜子的位置呢 就要比那个全景天窗的版本往后靠 所以你看起来自己会非常的大 感觉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 但我最适应不了的就是 但是在528那个上市特别板上面呢 手枕的位置留于这里呢 它其实是会有一个电动靠背的调节的 有了那个呢 这个靠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直了 不过好的是呢 头枕还是在 所以长途做端正一点 起码坐垫的长度是够的 这个手枕呢 你会发现啊 它是没有放平板的位置没有关系 但它长度非常大 而且打开以后呢 这里面的容积是很深的 前面的位置呢 还给你留了一套杯架在这 530上面看得到那个多区的分区空调 其实这后面呢 就跟528是一样的 就留了两个出风口 不过我觉得没有问题 它够凉快就OK了哈 看了一圈这个车厢 你感觉上呢 会比原来528车厢里面的氛围啊 要改善了很多 特别是屏幕跟液晶仪表这一块 虽然后排这里有一些功能上面的缺失 但没有问题 车厢里面的那个格调 层次出来了就OK 所以我感觉这台车呢 对于我自己 对宝马5系这个车型的认知呢 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很符合它的身段啊 对吧 很宝马的一台车 但问题是出现在哪呢 出现在 这是目前G38车型里面最入门的525 但你看了一下发动机的数据 就出来了 这个数据怎么这么相像 跟以前上一代车型的520 520就是同一水平线 干嘛它要叫525呢 如果呢你对于上一代的5系有研究过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啊 就520那台车用的 对还是NR0的发动机 不过它调校呢 是低功只有184匹 嗯 记住这个数字 我现在开的G38525的车型是 它换了新的发动机是B系列的B48 但它的最大马力也同样只有184匹 这个数字呢 对于车迷来说 哎真的挺好的 因为我记得清楚都是184匹 只不过它名字变了 从刚才520变成现在的525 嗯 你升一个尾标确实还有借口的 因为马力没变的情况下面呢 它扭矩多了几十牛米 现在是290牛米 不过呢 对于我这种人 我觉得哈 我一贯对5系520这个标号的认识 宝马用了这么多年 其实它就是一个入门的标识 而且这个入门的标识 同样象征着另外一个东西 你能够买得到宝马5系的行驶自感啊 转向的手感 甚至是它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 没有问题 甚至有些东西可以选装的 但问题是出现在呢 520这个车 其实是另外一个右的代名词 因为你开起来觉得车真的是不快 然后那个车就会让你没脾气 不过中后段你开起来 车是顺的 是舒服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整个人就可能惰性会强一点点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台520 对 虽然这台525 我们单纯看发动机的账面数据 其实它就是跟520是一模一样 那几十牛米说明不了问题 但一开了之后 我感觉判断错 因为这一台车呢 起步那一下确实要比520要爽快很多 那种懒惰感没有了 再者呢 它中后段那个扭矩平台 感觉上会更加的宽广一些 就是这台车就算是满载的四个人 你在市区里面开快速路没有问题 前半段的扭矩是很好的 给你那个动力的感觉没有问题 但真的 如果你要跟528去比的话 差距在哪里呢 都是在后半段 就我之前说过 就528跟530差的就是后段 其实528给你的感觉就是 你整一段都很绵密的动力输出能持续 但是后半段呢 跟530比差了一个爆点 而现在525跟528去比呢 就是可能前面70%都会跟528接近 但是那个马力差了几十匹的体验都是在后面 就是那种感觉 这挺崩溃的 但前半段日常市区去用 满负载去用 其实这台车要比原来520的爽快很多 所以它现在多加了一个5 变成525也是能够接受 起码主观的动力体验呢 要比以前525优化很多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真的不能够单纯看账面数据 就判断这台车好跟不好 真的一定要开 昨天的520我就去了一趟深圳 就是开着这台525去的 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下 这一台车的油耗是怎么样的 往往的高速 然后再算上在市区里面去用车 偶尔堵一下 然后正常的使用回来以后 看一下油耗只有7.4升 然后在高速上面呢 是可以做到6只头了 然后现在今天再算上 我们长时间的怠速在拍摄 这么一段路程下来 它也只有8.1升 就其实从油耗上面来看呢 我觉得一台C级车能做出这水准 我觉得是满意的哈 之前我是没有留意的话 起码现在是有参考值了 再看这台车新式品质上面 其实在奔驰1也好 目前的5系还有A6也好 我觉得其实新式品质最好的 就是现在5系底盘的这个状态 而奔驰1有个好处是 我们平时在市区里面开很容易有好感 因为你觉得那台车开起来很舒服 很淡定的 就这状态是很放松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座椅本来坐起来就舒服 然后它底盘前半段是很柔软的 所以市区很容易有好感 不过你走烂路以后呢 你会觉得底盘是莫名其妙 会有一些小的松散的感觉 那个整体性就不太好 而这一代5系呢 它那个性格就跟奔驰1正好反过来了 你要知道就宝马这品牌 是很注重开的感受的 然后这一代的车呢 座椅还是原来的那个宝马座椅的感觉 就偏硬的 如果你选那个Nama座椅 效果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底盘的调校前段很注重路感 所以你可能在市区开的好感度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一定是奔驰1会做得最好 但是到现在的话 如果你走烂路 这个底盘的整体性会更好 就你走下去那个坑 本来觉得哇 车一定会跳了 但是它一下去 车感觉挺舒服 所以从底盘的完整程度跟好感度呢 我其实会偏向于宝马5系这一台车 所以两者性格是很明显的 而A6呢 因为现在还没换新一代 我觉得那个车现在来说 就是看终端的优惠了 其实这个车的隔音呢 以前我们说宝马的隔音路照都很大 可能会妥协吧 你会觉得一台好开的车 是需要牺牲一点 但现在的话呢 其实整体的路照上面的隔音呢 会做了很大的一个优化 所以车会安静了一些 平时开起来我最喜欢还是这个底盘 虽然平时可能初段的舒适度没那么高 但是走烂路的时候呢 这车是舒服的 而且呢 这个转向我也非常喜欢 很宝马 但是这个转向如果你是想着 这车应该能够快一点点跑跑山路 或者快一点切进一个弯 OK 你进去以后呢 还是会觉得这个底盘的支撑就没有上一代的那么 那么有信心啊 你可能转向有信心 但是那个底盘会弱一点点 但是这是一个平衡的 因为现在的底盘的调校呢 是一个很中国本土化的调校 所以可能会偏舒适性一点点 不过好的是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可以选择的进口版本 那个呢 短轴再加上原汁原味的调校呢 就不会让你觉得好像转向跟底盘断开两节了 最后当你已经看准了这台车 想要买单的时候 发现价钱 这台车其实实际上只有一个配置了 只不过它分开了豪华跟M套装两个不同的版本啊 如果你要跟以前的那个528上市特别版去比的话呢 其实那一台车跟现在差距只有一万块钱 它便宜了一万 但换回来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525的配置会更加丰富 两块屏幕好看一点点 然后后面的配置可能会缺失了一个电条的靠背 不过没有关系 这台车能便宜一万 换配置还OK 但是在动力规格上面那就是两回事了 那后劲可能差了20%到30%左右的动力 而更厉害的是现在你看 现在没有528能卖了 只有525跟530 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就只有四万块钱 四万块钱有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发动机 这上面多了那大几十匹 起步后半段 动力体验完全不一样的 比那528还要明显要好啊 所以那感觉就是 可能现在来看中端优惠大家都只有10%左右的状态下面 这台车的价格优势还不明显 但作为一台入门的车型来说呢 这一种基础的配置看起来用起来那种舒适度直接就是一步到位了 所以未来这台车什么时候值得买呢 第一可能你订那个530的时候订不到 OK 转的求其是找这台车的限车 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 这台525终端又会明显要比530多的时候呢 这就是最适合的购买时机 因为本体上隔音绿震的效果都是跟530是齐平的 而且呢 原来520那个徽标下面的诱感没那么强啦 现在525跟以前520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想起来的话 textile 等于 football 手 用 辅 硯